從桃園市副市長手中 接獲113年桃園市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的優等獎 三位身穿亮粉色團服 頭戴花圈的是來自楊梅文件站的計畫負責人 還有照福員 三人一起上台 更要把獎項獻給文件站的每一個人 要感謝我們的照福員 榮林跟芙蓉 然後還要感謝愛我們的長者 楊梅文件站的長者 楊梅文件站這次能夠獲得優等 可以說是苦盡甘來 因為前年的他們陷入年度查核 疑等的窘境 三年後的楊梅文件站從低谷飛升 翻轉困境導入AI智慧 讓長者能夠享用科技帶來的便利 今年我相信因為我們透過資源的連結 全城醫院的AI系統 把他們的設備 然後讓我們長者可以很健康 這是我楊梅最佳優的地方 是1152 然後全城應該沒有人用AI在文件站上面 目前就在桃園 我們的團隊剛好負責六個文件站 那我們目前 我主要是在中立文件站這邊 拿到計劃負責人 這六個站 那目前就是楊梅拿到U等 然後我們還有中立、平鎮、新屋跟建國都拿到假等 然後新屋今年它是新成立 我們也期望後續這幾個站點都能拿到最大那個假等或是U等 113年度桃園市榮獲U等的文件站分別有大溪、田興、龍潭、羅浮和陽梅文件站 計畫負責人張榮真也提到 因為自身有護理背景 在文件站中能夠發揮所長 關注長者身體狀況 也談到希望未來文件站能逐步邁向 一站、一護理人員的目標 為長者健康多一層罷關 今次新聞給我們理領 桃園復興採訪報導